大家好,我是董勝龍 那在這邊呢,我們很快的示範一下 你要如何上傳設計好的圖片 到你的頻道裡頭去 取代這一張預設 OK,所以很簡單,你先到你的頻道 的這個介面 OK 然後呢,在右上角,這邊有一支筆 點下去,它會出現編輯連結跟編輯頻道圖片 你就點擊編輯頻道圖片 然後呢,從你的電腦中選取你剛剛製作好的那一個 圖 然後等大家上傳 非常的快 接下來呢,它就會出現預覽 這是在一般電腦看到的 如果這是在 電視就會看到這麼寬 如果是在行動裝置 iPhone 類似像這樣子 就會看到這樣子 然後呢,你可以做一些適當的採檢 但基本上我們是沒有必要 因為我們用那款軟體 所做出來的效果就已經是很完美了 OK,然後最後按選取 接下來它就會開始 上傳了 好 所以呢,有沒有看到 這樣子就是 一張新設計好的圖 那當然這一張是我隨便亂編輯 用來示範用了 所以你可以 看到說這個跟之前那個 風水 其實 就差很多了 所以呢,這個就是呢 讓你啊 的頻道顯得更專業的一個方法 那當然呢 也可以去 找一些 公司 或者是一些 有在做影片行銷 YouTube的人 然後你去看 如果他沒有在做這張圖 你可以 私底下傳訊息 YouTube裡頭 傳訊息的功能 傳給他 然後你跟他講說 我有在提供這樣子的服務 看你有沒有興趣 替你的頻道做一張 專業一點的圖 而且可以DIY 可以自己做 這樣子 或者是由我來替你做這樣子 如果你是提供的人 你當然就是說 我可以替你做一張專業的圖 建議你在聯絡之前 你先做好一些 作品集 然後讓對方看 這樣就OK了 OK 好,這個教學就到這 拜拜 拜拜